吉他上的这些音阶分布规律 你知道吗 不要去死记硬背 这节课我带你们用一分钟的时间 快速玩转12个调的纸板音阶 首先我们要知道 Do Re Mi Fa So La Si 对应音名的C D E F G A B 我们找到三弦的五品 把红色的圈圈给套在这个位置上 形成了一串音阶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Do对应音名C 所以这串音阶就是C大调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纸形给它平行移动 拿Re当做都来看待的话 那么这串音阶就是D大调的 它的书写方式就是都等于D 同理如果都等于E的话 那么这一串音阶就是E大调的 都等于F 这串音阶就是F大调的 如果我们拿C当做都来看待 那么C对应的就是B 这串音阶就是B大调的 如果放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升A或者是降B调的 放在这就是升C或者是降B 这就是升B或者是降E OK咱们拿起吉他 说一下这个规律如何去练习 如何去应用 我们把Do Re Mi Fa So La Si Do 这八个音分配到四根手指上 食指最灵活 让他多干点活 弹三个音 找到三弦的五品 这个音就是Do 根据手指的分工 用无名指弹Re 食指找到二弦的五品 这个音是Me 根据手指的分工 中指弹F 小拇指弹So 再找到一弦的五品 这个音是La 根据手指的分工 无名指弹C 小拇指弹高音的Do 这个就是C大调的音阶 想弹D大调的音阶 我们就拿Re当作Do 找到三弦的七品上 整体的手指分工依然不变 想弹E大调 就弹三弦的九品 三弦的十品 F大调 想弹生C调的话 就把食指放到三弦的六品上 因为这个音是生Do 同样的指法 无论调式怎么变 手指的分工都是固定不变的 这样你在演奏音阶的时候 思路才会更清晰 上节课我们讲的是低音区的Do Re Mi Fa Fo La Si Do的弹法 也是同样的手指分工 这样你就可以跟高音区的 给它串联在一起 这也是低音区的 串高音区 这样你就把整个纸板上的音阶 给它串联在一起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种手指分工 记忆音阶的方法 对你有所帮助 请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下节课为你们分享 如何快速玩转 记性solo 关注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明天见 感谢观看